袁世凯心里也很明白 对吧 所以他最开始对这个宋教人 是个拉了 袁世凯 这个宋教人在北京的时候 袁世凯送了他一套西装 给他开了一张支票 五十万大洋 不得了啊 民国初年五十万大洋 那可不得了的事情 对吧 宋教人好像是把西装留下了 把支票给退回去了 然后袁世凯大概就知道 这个宋教人就 对不是 好像是不能收买的 后来这个大 这个党派选举的这个结果一出来 国民党真成了国家的第一大党 在国会里面真是达到了那个法定多数 下一步是什么呢 宋教人到北京要去组阁呀 对吧 下一步他当时在上海 你得到这个消息 他立刻得到北京去 就要组建内阁了 他那个政治理想 眼瞅着就要实现了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 就当时有人觉得 可能也没有那么顺利 没有那么顺利 然后国民党的当时的一些 他的朋友 比如像余又任 比如像黄兴 大家在一起聊天的时候 说你可小心啊 越是到这种关键时刻啊 你要注意你自己的这个安全 有可能有人暗杀你 宋教人当时听了以后 大小时候只有我们革命党暗杀别人 我们怎么可能被别人暗杀啊 就当时你想他闹陷害革命的时候 革命党不是动不动就暗杀那个清朝那些高官吗 只有我们暗杀别人的份 我怎么可能让别人暗杀啊 然后黄兴顿那时候说你要上北京啊 我建议你坐船去 从上海坐船去 这样比较安全 你坐那个头等舱 对吧 就比较安全 宋教人说那太慢 我一定是要坐火车去 坐金浦铁路 从上海先到南京 从南京过长江 从浦口坐金浦铁路 他就那样比较快 于是1913年3月20号晚上 他从上海火车站坐火车 就要取到金浦铁路去北京 他在上海火车站的时候 他要走嘛 然后像什么黄兴这些人都在场去送行的 然后这个确实那火车站人很多 这个时候就听到一声枪响 就听到一声枪响 大家混乱当中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然后这个宋教人就喊 说我中枪了 中枪了 大家过去看 凶手是谁当时也没抓住 然后过去看 那个子弹从他的后腰打进去 从他的右腹部传出来 赶紧送到医院 赶紧送到医院做手术 要把那个子弹取出来 取出来之后 发现子弹在弹头上有毒 就是这个他的内脏 比如说肠子已经被 被毒液侵蚀了 所以又做第二次手术 把他的那个肠子又取出来 要重新的在 就大概要消毒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边 宋教人就不断的喊疼 喊疼 说最后还是不行 就是等到第二次手术 子弹都取出来 但是受伤太重 这个就是他的遗诏 就是他的遗诏 你看他那个右腹部有一个伤口 那子弹就从后边打进去 从这边穿出来的 临死之前还有神志的时候 跟黄兴他们说 如果不行了 他知道自己不行了 拿纸笔我要留遗书 这遗书是留给谁的呢 袁世凯 留给袁世凯的 我们看他这么写的 北京元大总统建 人本业称护宁车赴京 就先从上海到南京 然后从南京再到北京 做金浦铁路 对吧 敬业均住 我到北京是见您去的 敬业均去的 时时四十五分 在车站突背间 人自背后施以枪弹 从腰上部入腹下部 势必致死 我肯定会死 对吧 妾思人自受教以来 即树身自爱 虽寡过之为祸 从未结怨一四人 就我没有私仇 我没有私底 我这个人行为政 做的值 对吧 那么 清政不良 启任改革 义众人道 守公里 不敢有一毫权力之现存 经国籍未故 民福不增 拒而杀 很多事情都没干成呢 对不对 我就杀手人寰了 死有余恨 福济大总统 你看他这个袁世凯的提网 开诚心不公道 竭力保障民权 比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 则虽死之日 游生之年 临死哀言 尚起见纳 宋教人 留了这个遗书以后 就去世了 这是民国初年 特别有名的这个 宋教人案 是吧 这么一个 在全国卓有声望的 年轻政治家 居然死于暗杀 那这事得查呀 对吧 各界都很震惊 原来也很震惊 至少表面上显得很震惊 要查这个事情 对不对 其实这个事 后来就 很多人因为这个都被抓住 第一 那凶手是谁 就凶手叫五十英 很快就被抓住了 抓住以后是问他 你为什么要杀这个宋教人啊 对吧 跟他往日无冤 近日无仇 不是因为私怨 是因为 有人大概花了一千大洋 雇凶杀人 就他是个杀手 他根本不知道宋教人是谁 有人给了他一张 宋教人的照片 在那个时候就杀他 所以他就属于 被雇佣的杀手 谁雇的他呢 第二个人叫应奎成 这人呢 是一个黑白 就上海 黑白两道通吃的人物 加入过革命党 跟上海黑社会 也有 也混得风生水起 就属于 就黑白两道通吃 他跟宋教人 也是往日无冤 近日无仇 也是有人找到他 你给我找个杀手 把宋教人干掉 谁找的他呢 就慢慢的就 拔出萝卜 带出泥 是吧 这人叫红树祖 老师我们知道 那个香港有个特别有名的野员 叫红金宝 他们叫的 他是不是挺像的 你看那张片是不是长得挺像的 他爷爷吧 还是他什么人 反正就是 红金宝 这个红树祖是什么人呢 北京政府的国务秘书 就有政治背景了 北京政府的国务秘书 他背后是什么人呢 背后是当时的国务总理叫赵炳军 这个赵炳军是袁世凯的亲信 对吧 等到再查赵炳军的时候 就当时上海法院 这个 给赵炳军是发了船票的 你可以想见民国初年的那个政治状况 就相当于这个 其实赵炳军搁到现在 打个比方 就方官的二中法 给中南海发船票 李强报庭作证 大概就这个意思 差不多就这个意思 你赵炳军到上海来一趟 这事牵扯到你了 对吧 那当时国务总理 那是他就死活不去 死活不去 后来又过一段时间 赵炳军死了 死的不明不白 于是这个事就变成了一个无头案 就线索就断在了洪述组织 是吧 那么这里面呢 就产生了这个很多问题 是吧 到底是 这个怎么说呢 大多数人都认为 这估计是袁世凯受益的 你看你黄兴 当时就这么想 黄兴问宋教人的好朋友 给这个宋教人写 这个晚联的时候 你看他这晚联怎么写的 前年杀吴武镇 去年杀张震武 今年又杀宋教人 这都是袁世凯杀的人 对吧 你说是应贵心 他说是洪述组 我说确实袁世凯 就是他跑不了 对吧 不过我坦率的讲 朋友们 我不是替袁世凯分辨 我也觉得他嫌疑比较大 但是这个事 比如咱们设想一下 如果重新走司法程序 把这个宋案拿出来 反而再重新审一遍的话 如果您排除政治干扰 纯粹按司法程序走 我觉得袁世凯多把会因为 证据不足被当庭释放 为什么呢 从逻辑上说 大概有这么两种可能 第一种 确实是他受益的 确实是他受益的 对不对 但是他这个受益 他是一定不会落下 真实的把柄的 对吧 我给你写个手令 告诉你 把谁谁给我除掉 那还了得了 大人物手下 都有那么一帮干脏活的 他在受益这些干脏活的人 干脏活的时候 是不能在历史上 留下确凿的证据的 是不是 我给老师打个比方 我不知道上节课 那个石老师讲没讲过 这个八国联军 当初咱们 咱们不是对十几国同时宣战了 这个老太后 命令攻击东郊名相的各国使馆 他就让荣禄 就直立总督 对吧 你把这个使馆给我拿下来 荣禄有个将领 他手下有个将领 叫张怀之 后来民国初年 也是挺有名的一个将领 是吧 他装备了当时进口的最先进的 德国克鲁伯的开花大炮 那东西要打这个东郊名相 那那那 一两个小时 就全都炸平了 对吧 回去开炮 张怀之这小子 有心眼 对吧 想了想 不能 我不能就回去这么干 直接就找荣禄 说这个荣大人 您给我一纸守令 您给我守令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是根据您的命令开的炮 我不是我自己开的炮 因为他知道 我要把这各国使馆 全都干掉了 将来这联军要打进北京 头一个先找我呀 罪魁祸首是我 不是 我是接受上级命令 对不对 荣禄能给他开这个守令吗 荣禄也不能这样做 荣禄你想他什么人 荣禄心想 我还想让太后给我守令呢 对不对 太后不能给我呀 我就干吧 你就干吧 张怀之说 你不给我守令 我都不能干 于是双方就在那个荣禄的宅子里边耗着 这个话说尽了 再说再找话头 茶喝完了再添 到最后把这个荣禄 实在逼得受不了了 荣禄说了一句话 说 横竖炮声一响 宫里边是能听见的 朋友想想什么意思 太后让你开炮 你就开 对不对 一开炮 他里边听这声 咱们就能交差了 还有半句话没说出来 能不能打着 你自己看着办呢 你干嘛非那么实心眼的 非把各国使馆全都炸平了 你就开炮交差不就完了吗 张怀之立刻新领神会 回去之后 命令大炮 过去有句话叫枪口抬高一寸 是吧 他这炮口也是抬高 东江名相不叫挨着城墙吗 那时候北京都是城墙吗 东江名相挨着城墙吗 那个炮弹都从东江名相都从城墙上过去 打到城外边去了 对吧 这横竖炮声一响 宫里边是听得见的 有一位学者说 这是戎中堂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的一句不朽的名言 这突出的带有中国传统政治的特点 对吧 就是干脏活不能让人逮着把柄